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讲天空和太空是以什么来去区分的 100公里以下我们叫天空 100公里以上我们叫太空 7月22日晚 中国科技馆联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宣传办公室 共同举办了齐心奋进新时代科技放飞梦想 科技管理的私政客活动 活动中航天员杨立伟、叶光复为现场青少年分享航天励志故事 并与现场学生互动交流 实际上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是因为看了铁道游击队的电影 我那个时候最想干的是火车司机 后来随着我上了学之后 那么我的家乡旁边有一个机场是飞战斗机的 我看到我们的飞行员从飞机上走下来非常的帅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想当一名飞行员 当然第一个梦想没有实现 但当飞行员的梦想实现了 在互动环节 现场学生向杨立伟询问中国载人登月的进展情况 杨立伟表示 按照计划 中国将在2030年实现载人登月 我们在前两年已经进行了登月的我们的前期的关键技术公关和发案论证的工作 那么在今年在前一段时间也正式立项了 按照我们目前的计划 在30年会把我们的航天员送入到太空当中去进入到这个月球去登陆月球 大家可能在这个时间会看到我们的航天员在我们地球以外的星体 这个在月球上去着陆去工作进行实验 航天员叶光复在现场介绍了水下训练的亲身经历 并在线了天宫课堂中的太空实验 水下训练 我们要穿着一套特定的水下服 整个人服的重量将近500斤 而且我们要在水下大概10米深的这样一个高度进行作业 我们长期在水下作业可能要长达5到6个小时 有的时候我们一出服装 真的是我们身上的内衣都湿透了 我呢是有时候拿钥匙开门啊 半天插不动口 因为这个手确实也在抖 确实对这个人的身体啊 还有个体能消耗非常的大 我记得当时叶老师在太空当中 还向我们展示了花样滑冰运动员的这个旋转的现象 大家看到了叶老师手臂转开的时候 旋转速度会变慢 手臂收回旋转速度会变快 刚才说这个太空转身 我们在地面上能不能重现呢 其实啊我们只要借助一个小小的道具啊 就能够完成 请您呢坐在我们这样一个座椅上 右上转椅了 右上转椅了 我们请叶老师的双手呢拿上杠铃 双臂张开 好 我们请吴阳老师把它轻轻地转动一下 叶老师这时候手臂收回 我们大家注意观察 是不是变得转得快了 再请叶老师把手臂张开 就像刹车一样 再收回 又变快了 活动结束后在现场听课的学生表示 深受启发对太空探索充满向往 太空呢它呢是离我们现在地面离非常远的距离 我们虽然通过一些新闻媒体可以了解到很多 但是却没有真真切切地上去亲眼看到过 所以呢我是非常想上去看一看的 我见到了我两位航天员偶像杨立伟老师和叶刚复老师 我也学到了非常丰富的科学知识 就比如一些像扭转乾坤那样非常丰富有趣的实验 将来呢我也非常希望我能和像叶老师和杨老师那样成为航天员 透过太空这个飞船的悬船来摇摆我们地球家园 感谢观看